记者中丽华综合报道 根据港媒香港01报道 近两个月来 中国两个社军举报平台相继上线 最新的是今年起正式上线运行的网络社军违法犯罪和不良信息举报平台 去年11月19日 网络社军举报平台正式上线运行 微信公众号 政治健康文史 两个平台主单方不一样 前者是由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保卫局组织建设 后者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网络舆论局指导 中国军网负责运营维护 在举报内容方面 前者主要受理网上窃取借入军事秘密 各类社军造假活动 公开以军人身份发表不当言论 编造散布社军谣言 攻击中共对军队绝对领导 丑化军队形象等情况 而去年11月上线的网络社军举报平台 举报对象共有四个类别 网站平台 经媒体账号 社军有害讯息 军队人员违规上网行为 政治坚持 由中央军委 政法委组建的平台 含在了利用网络进行一系列 社军骗局违法行为 而中国军网负责承接的平台 侧重的是网上违法发布社军禁习 并且两个平台用户都可通过实名 匿名两种方式进行举报 中央军委 政法委组建平台上还标明 限制每台计算机 每天最多提交十次举报 望明举报属实可获奖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